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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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我們就要進到第九章 第九章還是跟這個文藝有關 那後代我們也會提到 有關於這個時期的信仰的問題 我們可能舉一些作品 舉一些人物 來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那在文藝的這個部分 第一個當然我們還是回到剛剛跟各位介紹的 胡適會這個部分 胡適會 那胡適會就是 以這個庶民為主題的一個版畫 而且它的色彩是非常的鮮豔的 大多數描述這個所謂的 武器用 就是現今世界 或者是風化區的風俗的 或者是歌舞技的 這樣子一種背景而產生的 可是呢 最後它是走向了一個多元化的 藉由印刷的技術跟改良的技術 慢慢的朝著這個出版業的方向去發展 到十九世紀末呢 傳到歐洲去了 這個像泛古的印象畫派 他們對這個 所謂的Ukiwe都非常喜歡 在世界上獲得很高的一個評價 所以你到歐洲去 在這些比較有名的畫派裡面 不是說經常出現 偶爾你會看到他們在展覽的作品當中的作品 我要講作品當中的作品 在背景裡面會出現Ukiwe 那是歐洲的什麼什麼畫派的作品裡面出現的 也就是說 其實它是有已經跳離了日本這個國家 已經把自己的文化輸出去了 輸到歐洲去了 受到歐洲的同樣的這個領域的人的一個關注 這是可能要跟各位提的 那代表的畫家很多 我沒有辦法一個一個介紹 不過我們就按照我們教材課本裡面 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 跟各位做一些說明 初期的時候當然是這個Sikawa這個人物 然後再來 這裡面Sikawa是這個肉筆畫跟木板畫 林木呢 它是Nishiki-e 錦繪 就多色的刷板畫這樣子 那再來Kita wa 這個是Okuie 基本上就是說 在這個時代裡面也有人認為什麼是美女呢 脖子很長的是美女 也就是說美女的標準 因時代不同而會有變化 比如說你講到唐朝 如果我們現在女性身材很好 她這個瘦身一直保持非常的苗條 我們現在成為這個很讓人呈現的美女有沒有 可是現在這樣子的美女的標準 如果放到唐朝去的話 那就不是美女了 所以你看唐朝的美女都是怎麼樣 都是圓滾滾的胖胖的 那是美女 你時代表現各有不同這樣 那女性以現在來講是腿很長有沒有 那表現出來她的這個腿很長也是一種美 也是一種美 脖子很長也是一種美 那這個比如說這個Kita wa 她所描繪的這個Ukiyo-e裡面 可能就是她覺得脖子很長 女性脖子很長她就是美女 所以把脖子拉長把她表現出來 她就是當時代的一種特色 那另外這個有一個叫Katsi Gakhoksai 這個人其實很奇特的 她說她要活到103歲 100幾歲這樣 後來她沒有活到100歲 她一輩子搬了 但是搬家的次數我忘記了 大概我沒有記錯7、8、10次以上 搬家 她是一個很特殊的人物 她風景畫、花鳥版畫等等非常有名 還有各川廣眾 她們的作品現在你給她拿出來 隨便一張擺上去 要你去猜價錢的時候 那都是無價之寶 是非常重要的 大概有這幾個給各位做初步的一個介紹 那這個111月中間這個地方 我大概跟各位稍微做介紹 幕末的胡適會這個地方 19世紀開始 這個因為橫濱開港了 所以開港以後 就很多的異國的風俗、民情、資訊 會進到日本去 那這些畫家 他們很快的在 catch到這些外國的資訊以後 他們就會把它反映到他們的 這個作品上面去 所以比如說在橫濱的地方 就稱為橫濱會 有時事的一些報導 或者是跟這個時事有關的主題的報導 他們很可能就全部把它反映出來 在當地的一種社會的情景 把它描述到他的 所謂胡適會的這個作品裡面去 這個是一個 我們再看看有沒有一些照片給各位看 好 比如說這個 各位可以看一下 林木的這個 《日式家》的一個作品 左邊這個是北川的一個作品 左邊這個是北川的一個作品 都反映的怎麼講當時的一種社會的情景 而且他在描述的那個寫法上面是非常的大膽的 都很大膽的就這樣給他描繪出來 那像這個也是非常有名的 裡面最有名應該有富士山的吧 有沒有 這個是三十六景 三十六景 這個也是描述 Kanagawa的那個Oki那個地方的一個作品 那富裕的意思就是講富士山 富士山從各種不同角度 其實如果那個Shashinka是照相的高手的時候 他是有很多不同角度反映出來的富士山 那麼描繪美術的人其實他也有這個 所謂三十六景 這樣中國的西湖有什麼 蕭香八景之類的 這樣子一個鐵幫應該是 那這個是各位看一下 東海道五十三次 這個是安藤廣仲的一個作品 東海道五十三次 就中間有那個所謂Eki的驛戰有沒有 起點在哪裡呢 起點在東京的日本橋 日本橋 日本橋 第五十三站在哪裡呢 在京都的三條 那邊有一座橋 京都你如果坐飛機從上攻抗下去 其實他就跟棋盤一樣的 四四方方的 那他只是幾條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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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一個三條通 是跨了那個Kamogawa 鴨川有沒有 有一條橋 靠近三條那條橋過了以後 叫做第五十三道 在江戶時代從東京一直到 江戶時代不能叫東京 叫江戶 一直走到京都去 有五十三站 這個叫五十三次 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鴨川管仲的畫 這樣子 那你看看這裡比較特殊的 這個是泛骨畫的東西 這樣子 他把它怎麼講 就是翻畫 翻畫的意思 因為我們到現在來講應該是copy 把它copy出來 就是說他去再把它描繪一次 就是說如果當時歐洲的有名的畫家 不那麼重視這些作品的話 那麼怎麼可能有這樣子的一種 歡化的一種情形出現 大概各位就可以了解了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有關於這個胡適會這個部分 那下面我想我們再跟各位介紹那個文學裡面有很多不同領域的 一些文學上的一個作品 那第一個是那個賈明曹子 賈明曹子這種東西 賈明曹子它其實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這個 怎麼講作品出現 今天我們大家把項目講一下而已 詳細的我看時間也到了 就留待下一個禮拜再跟各位做說明 我看來講 另外就是這個稍 草雙子有沒有濕 systemic 這個東西 下面還有個 希苗子 叫做黃標指 黃標指 這些東西很多作品 其實各位應該還是入寶山 要空手 我覺得各位到我們圖書館去 我們圖書館有很多像黃標子 這些作品都還在 有機會我想各位去看一看 德川時代這個文化的發展領域裡面 有一塊非常重要的文學 文學的一個發展 這個文學領域裡面 其實在我們台大的日文系 也是非常重視的一個領域 我們有古代史 有中世史 有近世 就是講這個德川的 芝莉莫先生他也是在德川思想的 那我個人也是在從近世的德川的歷史跟思想 一直延伸到現在 我自己的研究已經到了明治的初期 這個近代 那麼文學的部分 其實各位有上其他老師的課會非常清楚 所以我這個課大概是從文化史的發展的角度 告訴各位到底有哪一些種類 有哪一些人物 有哪一些作品 在當時代隨著文化的發展 普及到這個日本社會的庶民階層裡面去 今天這一堂課最主要大概跟各位講這個 我們可以先看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卡納索紙 這卡納索紙 各位看一下就知道 顧名思義它其實是用假名 用假名 開始去寫出來的 算是一種小說 我們這邊有做一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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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流行的時候其實 中世紀其實就已經有一個細譜留下來 但到十七世紀的時候 在這個上方 也就是京都大靠大靠大靠著 那會流行的原因其實跟一個事業非常有關係 就是出版業 出版業非常的盛行 今天的出版業在紙本方面其實 有人說沒落了 說是現在電子版都出現了 可是現在我們再回過頭去看看 大陸的紙本的出版業不但沒有沒落 而且非常的興盛 這是東西文化有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像歐美 簡直是你跟他講紙本的話 他們都說你已經落伍了 怎麼不是用電子書等等的 事實上還有一群這個層級的人 其實沒有辦法操作電子書的 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 所以不是說每一個人都可以很 對這個電子書非常的使いこなせる そういうことはないから 所以當時流行這個《かなどし》是一種小說 他取材 中世紀各位知道中世紀有很多 這個怎麼講就是我們講說淨土思想 就是比較整個世界不是很穩定的時候的那種 包括宗教思想比較重的那個領域在裡頭 那從那個地方開始延續下來 到近世慢慢的遠離戰爭的陰影跟那個痛苦以後 大家希望能夠比較有一些語教 娛樂的一些文化的東西 所以這個就用簡單容易了解的 家民文字來寫一些小說 各位知道日文當然也有漢字 可是這個漢字對日本人來講 跟這個中國人來認識漢字的那個程度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用假名來寫小說是第一個 比較容易普及 那這個內容有什麼 我們看這個PowerPoint裡面有教訓物 評判記 名所 案內記等等 各式各樣的這個替代 那教訓物固然是意 它其實就是一種比較硬的東西 那批判是批評的 名所 案內記 應該是介紹一些旅遊的 各式各樣的題材的 這個有這些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在112月這個地方 再來我們介紹一下 一般老百姓的所謂 読物 読物 這讀物有很多啦 什麼什麼物 也是一樣我們看這個PowerPoint 有一位叫以原賽格 這個人物他也寫了很多作品 尤其是大家都很清楚的 我們上一堂課講到的 這個Ukiyōsōshi 這個 古俗古一代男 在1682年的時候 受到非常好的一個評價 所以一連串他就寫了很多 這個 號色物 這個部分 有蠻多的 那當然也有其他的 像 說話物 武家物 兵人物 那這個都各代表那個 他的這個傳統 比如說武家物 他就講到武 武士的這個思想 所謂的武士到他的背景 還有武士本身是在做什麼 要有哪一些修養 也具備哪一些道德等等 這一類的東西 那丁人物 我想丁啦 麻雞啦 這個麻雞呢 如果跟傳統的印象來對 Ikoro 就是說 他是比較發達的 然後會還有一個印象是什麼 跟那個business有關聯的 跟商業會有關聯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也讓各位了解一下 是一般老百姓的這個 読物物的部分 第三個我們再看一下 草雙子 那草雙子 如果我們套一句現代語來講 很簡單就是漫畫 也就是日本最早的漫畫 脫離了用文字的敘述 其實我前天才從京都回來 我到那個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去 參與一個比較大型的這個 國際共同研究計畫 這個計畫有兩個字 它是key point 非常有趣的 就是說我們到現在 學者在床式研究來講 都是文字 也就是被稱為文字主義 有文本 有資料 那你去按照文本 按照資料 去解讀 然後去寫作 提出你的論點 千篇一律都是這樣的一種研究的模式 我講的是在我們人文 人文 社會學裡面 大宗也是 社會學可能多一些圖表 統計 那現在在人文的這一塊裡面 其實不是現在 已經有一陣子了 大家已經跳脫了所謂 以文字主義為中心的 這樣一個模式來做研究了 那什麼東西可以做研究呢 圖像 有沒有 比如說中世紀 有沒有照相記 沒有照相記 古代研究佛教的時候 但是它有大量的文本 文字都記載得很清楚這樣 那中世紀也沒有 可是慢慢的有人用圖像 圖繪的方式留下來 這個圖繪如果你好好去解讀的話 可以把它套用到你傳統的文字主義的論文書寫上面 或者是文字的描述上面去 其實都可以了 那另外一個是畫像 另外一個是風景明信片 那這個東西能不能拿來做研究 其實我們現在在討論這樣一個問題 當然可以做研究 那這個也就是說 研究的取材的方向已經大不同了 就是說可以往這個 傳統的以文字來敘述的一個方向 朝著把這一些東西加進來 更能夠活生生的告訴讀者更清楚的東西 確實是如此 其實我寫了一本書應該是八年了 本來應該這個月可以出來 昨天接到三教稿 這個月能不能出來還未知 在東京 二十幾萬字 我裡面也是第一次在我的論文裡面擺有圖像 以前從來沒有 我以前的作品裡面就是 可是我這次呢 因為我主要是研究了十四個人物 從中國 從日本跟台灣全部來東亞 整個靜態化過程裡面比較重要的這一些人物 我把他網羅 這時候我就想到說 這些人物其實誰去哪裡 從哪裡去哪裡 你用文字的敘述人家搞不清楚 讀者 對不對 然後張三跟李氏之間 到底有什麼相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用文字當然可以敘述 這個講得很清楚 沒有錯 可是讀的人他不一定 第一個要去讀他 第二個就是讀了以後他是不是懂 所以我當時在做PowerPoint來演講的時候 就思考說 讓讀者一看就知道這幾個人物有什麼關聯性 然後誰跑去哪裡 誰跑去哪裡 這樣子做 還有活生生的當時代的一些照片 把它貼上去 或者是誰寄給誰的書信 親筆的 有親筆的筆跡的這個書信 是不是也繡一兩張貼在我的論文的相關的旁邊 讓讀者來了解 對我來講我太保守了 後來我發現 如果我早一點去參加這個會的話 我可能用16張 可能用32張 當然老闆不會讓我用那麼多張 我用8張他好像就說 好啦好啦 你不要再加了 有這種感覺 但是我發現這個一定有很好的這個效果 好 我們回到這個草雙子的這個部分來 我們基本上就是告訴各位說 其實它是一個耶穹 耶穹 所謂繪本 如果說是漫畫 也許你們說它一定是漫畫嗎 也不見得 但基本上它是有圖 以圖為主的一種作品就是 因為它的封面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所以它以顏色來區分內容 剛剛各位看前面 這個是很清楚的告訴你什麼什麼物 在這個分類的時候 你看到它的title你就知道了 對不對 可是這個我們看這個草雙子的時候 你可能要了解它是什麼顏色代表什麼 不然你不知道這個顏色到底是什麼 那所以各位可以看這裡就很清楚的說 比如說阿卡紅 紅色的 它是給小孩子閱讀的 大人要讀也可以 但基本上給小孩子閱讀的 是有教育性的這個讀物 我記得我小的時候 我那兩個小孩子都是在日本念那個幼稚園 回來的時候他就說 我多少 會否有你的照片 會否 會否 那我拿起來其實它是圖呢 大概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文字呢二十到三十 那我說你看那個文字 你看圖不就知道了 他說 你怎麼用的 那你知道嗎 那現在至少在二十年前吧 我的小孩在念他們的幼稚園的那個 耶穹的時候可以帶回來 都可以借回來 也有教材 老師都會在課堂上唸給他們聽 如果那個內容他很有興趣 他回來就會 嘎嘎嘎講一堆說 叫你聽 今天他聽了什麼什麼 然後叫你唸 我就唸了 我唸了結結巴巴 為什麼 絵鳳裡面沒有漢字 一個漢字都沒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沒有斷句 很慘 沒有漢字沒有斷句 經常就出現那個騙假名 所以我一唸的時候結結巴巴 然後就被我兒子講 我都上了 女鳳 哇 黑大股肖大了 就言われた 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 那我說好 那你唸給我聽 他就啪啪啪啪 他就唸說 ほら こうだよね 這個很清楚 就是說 那個如果你不習慣的時候 其實以我來講 跳脫的漢字 其實對我來講是很痛苦的 以日本人來講 這個把漢字擺進去 他是痛苦的 了解嗎 以歐美的人 你把台灣的繁體字加進去 那就像我學數學一樣 甚至於更痛苦 我想這樣大家可以了解 這立場不一樣 然後有 還有一個是黃錶子 這個既廟詩 閱讀對象是成人的 那我們看一下 這裡既廟詩在113頁教材的中間這個地方都有講 他這裡面有一些作品 那主要就是說 有那個鴿茄跟シャレ 這樣子的一個色彩的 這個既廟詩其實在我們的圖書館 有一些非常珍貴的草本 如果你們在畢業以前有機會 我當然希望你們去看一下 那還有下面有這個盒卷 盒卷是什麼 如果每一本一本的 這個所謂的黃錶子的話 它就叫既廟詩 可是如果把相同內涵 或者是有連貫性的內涵的 整合在一起的既廟詩 我們稱為何卷 就是說長篇版的既廟詩這樣子 那它多半是描述這個具有傳奇色彩 或者是這個有濃厚的這個物語的背景在裡頭的 那還有復仇記啊 還有萊茄之間的一個政治鬥爭啊 把它用Kiboshi的方式呈現出來的一種故事 總之啊 那個每一個作者他去思考說 我的內容怎麼樣會讓讀者來吸引 可以賣得很好 這個是這個時候他們去思考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有五個種類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如果在這個畫正文學的作品裡面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每一個時代它有不斷的演變的一個 當時的社會潮流 這是一個 所以你看看在畫正文學的作品裡面 Kiboshi它是插圖小說 帶有諷刺的插圖小說 右邊就是代表作品 我就不一句一句 我就不講了 那像那個Share 它是江戶時期的Yuli的短篇小說 Yuli就是男人去遊樂的地方 像長崎的Maruyama等等 在早期都有 Koke是一些奇聞異式 比較有趣的一些庶民生活的小說 它也有很多代表作 Ninjo-hong 這個是描述秋年的愛情故事 一些附属小說 如果大家對於那個愛情 戀愛 物語 這一類比較有興趣的話 大概就會看這個所謂的人情本 那Toku Hong它這比較硬一點 可是Toku Hong其實它有像這個 Mark King有一個這個 男總理見八犬傳 這島式非常的有名 因為它講的是什麼東西 是勸善逞惡的歷史的一個傳奇小說 這裡面涵蓋了很多儒學的素養思想在裡頭 所以還有海蓋、脚風等等 這些都有 那這裡我特別介紹那個 各位看一下115頁 有沒有 男總理見八犬傳裡面 講的是仁義理智忠信孝替的八德 把這個八德用八詮釋來畫等害來做表現 那我想這個就一目了然 很清楚就是說 他到底在是講這個是在做什麼 那另外還有像 也有像水浮傳 這個讀本的素材 各位看一下 像這個 我們看114頁中間那一段 中國有一個水浮傳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但這個水浮傳也被日本人把它引介了 比如說這邊就有一個叫本朝水浮傳 這一類的東西 那 Ogyu Sora我想在後面如果有講到的話 前面其實有講 他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儒學家 那麼跟他很熟的另外有一個叫做 Oka Jima Kahnran 這個人就把它翻譯 翻譯 還有翻科 翻譯同時可能還有翻科 成為一個日本版的水浮傳 就叫做通俗中藝水浮傳 那時間點是在1757年的時候 所以通俗中藝 四個字已經表現得很清楚了 他的水浮傳是要表現什麼 是中跟藝的一個小說的一個訴求的一個東西 那另外我們再看 有一位人物 這個人物 各位看一下 115頁 都賀庭中 他是通中國語的 然後 然後有一件事情他其實做得還滿偉大的 教定康熙字典 然後普及在日本 這個人物 那 出版事業其實慢慢的就興盛了 在這個時間點以後 開始慢慢的就會 往 怎麼講 蓬勃發展的那個角度去看 去發展去 那剛剛我們提過的就是說 有這個黃錶子跟 夏蕾鳳 裡面有一個 其實滿有名的 叫山東金傳 山東金傳 那這個東西後來 慢慢的 沒落了以後 他就開始轉向 另外一個方向去做一些創作的讀本 那讀本裡面也是有很多 很多人物跟代表的作品 都在114、115裡面 我們看一下好了 大家比較清楚 讀本 這個人 是最初 中國文化小說後 方案為題材 主要原來是給大人看的東西 那他的內容是和漢混淆的文書所寫成的 也就是有日文 有漢字 這樣的一個簡形 那剛剛我提到的這個 都賀庭中 他其實是 除了這個 教定康熙字典以外 他還有很多作品 非常有名 算是比較 讀本剛出來的初期 的時候 那後期呢 有一個麒麟馬琴的 南總理卷八全傳 這樣一個作品 那出版的中心 就核心 到底是 從哪裡開始 基本上日本的文化的發想地 就在上方 所以是從上方 往江戶的方向 來開始去的 1787年 實行所謂的寬正改革 開始禁止出版 那麼這個 禁止出版 其實他們 經常會有一些 幕府的 比較專制的政策 說這個東西出版了 第一個 對我的政權 是不是有危害 第二個 對各位社會的風俗 是不是有不良的影響等等 當時也算是比較專制的時代 所以上面說要禁止 可能就禁止了 江戶時代 其實一開始這個 稱為鎖國的時候 基本上書籍是被禁止的 我們來講那個政策的問題 禁書啦 其實就等於禁教 這個是禁止西洋教 可是早期 並沒有 所以西洋教徒進到 進到日本 像那個沙烈魯 他從九州 還曾經一度 到了大阪還是京都去 後來就被趕走 這個東西一直延續到 一個第八代的將軍 叫德川集中 他看到前朝的將軍 在禁止這個書籍的時候 是有問題的 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 只要是外來的書都禁止 他就思考說 因為長期進來的書有一些 他們好書的時候會撐給他看 他也看了不少的書 我上次已經講過那個故事 他說要看象 鼻子長長的動物 就從泰國有人帶象給他看 他要看孔雀 就抓孔雀給他看 這些字式他從哪裡來的 從書籍的閱讀來的 所以他是比較 情於閱讀書籍的一位將軍 他讀了以後發現說 一些好書都被我們的政策給禁止掉了 所以第八代的集中 他就是說解禁 他原先是在那個和歌山吧 應該是和歌山的一個諸侯 後來成為將軍 解禁 把這個書解禁了 所以就很多書進到日本去 這個解禁的動作 對於後面德川社會 吸收外國知識影響很大 他應該可以寄一支大功給他 這個是一個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諸子學 很發達 非常的發達 可是諸子學成為官學 就是一黨獨大 我們講一派獨大 那諸子學是不是沒有 都是完全都是好的東西呢 沒有盲點嗎 當然有 所以會出現陽明學 當然我講的這個都是在日本 不是講中國本家 講這個古藝學 講古文詞學 等等 這一些人其實 基本上就是看不慣諸子學 這個一個學派獨大 幾乎整個思想或學問都被壟斷了 那這樣子影片下去 對整個日本的發展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可能比較有賢賤之民或者是敢發言的人 敢批判的人就出來 所以這個楊明寫 當然就有像有這個 中江 藤樹 那我就不一一寫名字 支流的 雄澤翻山等等他們的人就出來了 好 抗議 這個一抗議以後就跟上了 跟上了 那這個時候就會危機到幕府的一個 他其實要牽制學術書想的一個政策 因此呢 最後我剛剛說這個還是封建人社會 就是說 他就下了一個命令說 禁止 諸子學以外的學問在傳播 否則通通抓起來 結果又下了這樣一道命令 那這個隨時我們都可以看到 禁什麼禁什麼 回到這裡也是一樣 禁出版也是一樣 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出版業到底愛到什麼東西 所以要被禁止 都是會有的 完全禮見八犬傳 就是講八德 希望藉由這個八德的傳統的一些 怎麼講 思想來教育大家 讀者說 其實我們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是這八個字 也就是待人處事 如果這八個字可以好好去執行 然後同心協力的時候 相信沒有什麼事情會做不好的 這是一種作品 那換句話說 如果你不按照這樣做去做一點 去做了一些壞事 可能會受到懲罰 所以當時的一個這個觀念 其實還蠻強的 就勸善 然後要懲罰這個惡人 勸善懲惡這樣的一個 算是怎麼樣 具有宗教佛教 特別是佛教思想的一個 這樣因果關係 就是你做壞事 不是不報 只是實際味道 等等的 這個 有這樣子的一種精神在裡頭 就是這個Makine的作品 那麼我們再看 剛才有提到了 這個 鋼島冠山 它是出生在長崎的 那出生在長崎 各位第一個要想到 它會跟中國的一些學問有關聯 因為中國的船一上來就一定是在長崎 在這個時代裡面 沒有中國的船可以跑到其他的港口去 所以它既然是出生在長崎的話 它又是一個儒學者 很可能即便它不會講中文 可是它應該是這個看得懂漢字 對中國的這個知識它應該有的 所以它把這個水浮傳翻成日文 然後把這個中國話 用編出一些教材 比如說唐話專用 這個算是一個工具書 如果這唐話就是中國話 你們要學的話 那我可以做一些教材 來提供給你們學習中文 那華音唐詩玄 那另外就是說 中國人的詩啊 唐詩啊 怎麼去朗讀啊 把華音這個部分 它也做了一個整理等等 換句話說 它其實是 就是做一個中日文化之間的一個 交流的一個 核心人物 在當時代 另外有這個人物 史反社一九 這個人物它 各位可以看得到 其實 它描寫的是一些 那個 寫裂或者是 虎形的一些作品 那講到剛剛的禁書啊 日本有一個年號叫 寬正 這個年號 然後 這是一個專有名詞 寬正義教之禁 這個義教是什麼意思呢 那時間是 應該是1797年 1797年 1797年的時候 也就是說 朱子學 它是 一個官學 在 東京設立了 聖堂 這個聖堂 這聖堂現在還有 聖堂是什麼 孔廟 各位現在如果到東京去 有一個地方 你們去看一下 有一個聖堂 湯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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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 お茶のみず大学 那個附近 有一個聖堂 叫湯島聖堂 也就是 這個 傳播儒教的地方 儒教也不能等於是 是朱子學 可是當時的朱子學 卻是被林家 他們把他畫成一個官學 當然不是只有林家 反正幕府的政策是這個樣子 誰去擔任這個學問的 這個總指揮的話 就必須貫徹幕府的政策 那這個為什麼會叫做義教 是站在朱子學的立場來講 如果不是朱子學的學說 全部都叫做義教 都要禁止的 可是有沒有人理他 理的人還是理 不理的人還是不理 否則我剛剛寫的那一些 陽明學等等就不會跑出來 對不對 當然有一些甚至於比較嚴重的 批判人比較嚴重 會被抓起來官等等 判刑都有 但基本上還是 ある程度 允許他們存在吧 可以這麼說 那我附帶講一下 就是聖堂裡面 現在有一尊孔子像 這個是 我在做研究的這個人物 這個人物 竹順水 也就是水戶房門的那個老師 他從中國帶去 一尊孔子像 現在供奉在 湯島聖堂的大城殿的正殿裡面 黑黑的看不太清楚 已經不能近看就對了 那據說這個孔子像 從長崎帶進來 竹順水帶進來 傳了很多人 最後這尊孔子像 是被大正天皇保存很久 後來大正天皇才把他捐出來 就捐到這個 湯島聖堂去 我們知道大正天皇他也是 好像是身體虛弱 所以他的政權 十四年還是十五年就結束 好 下面我們再看這個 這個部分 因為庶民的讀物 出版的事業發達了以後 能不能受到歡迎 那這個時候就說 其實我們不要自己去買 然後買來看完就丟在哪裡 是不是有一個交換 或者是 像我們現在圖書館的那個經營裡面 其實是早期的時候 也是卡西方的那種想法 你去借書 那一開始應該沒有到那個量 所以就是你擁有你的 我擁有我的 可是慢慢多了以後 就是說 我是不是 你們也不要去買 我買就好 你們來借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要流傳到某一個程度以後 量有一個程度以後 才會有這種一個情形出現 所以 這些讀物在前期的時候 慢慢受到老百姓的一個歡迎 包括我們剛剛介紹的這些讀本等等 那到了末期的時候 叫做文化文正時期 就是 應該是德川的末期了 這個快要進到明治前夜那一陣子的時候 然後這個卡西方的一個文化 已經到了頂盛巔峰的一個時期 這也可以證明什麼 庶民之間閱讀的風氣越來越盛 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整個江戶時代 現在從這個植木先生的研究裡面 明擺地告訴我們 試制率很高 閱讀率很高 而江戶時期的試制率 是全世界第一 高過當時的法國 歐洲的很多先進的國家 那是什麼 教育的基礎打得很好 那我說我們現在看現代日本 你不能只有看現代 所以我說問你們 你們也會我告訴我 老師我到日本去 我發現在車上看書的人不少 就是我們如果搭捷運 你看到看書的人也有 大部分是在看手機 在回手機 有沒有 大部分 那你說日本沒有嗎 也是有 可是比例上 你現在是去 就算今天他們看書的比例還是很高的 我講的是在公共空間裡面 坐車移動的空間裡面 特別是在電車是最明顯的 就看書 所以培養看書的習慣其實滿好的 所以日本為什麼會有很多比較小本的那個書呢 我們稱為文庫本 有沒有 文庫本 因為它攜帶方便 我也常常因為我口袋都擠得很大 那為什麼 我口袋都會塞一本文庫本 尤其是我如果要坐車 坐車最無聊的時候 你閒著沒事幹什麼 你說一直在看風景嘛 有時候你也看不到風景 對不對 有時候外面的風景不看也罷好 所以就會翻一翻翻一翻 所謂開箭有意這樣 我覺得這個習慣應該回溯到我們現在談的這個時代 就是說它的閱讀的風氣呢 在江戶時代日本人的社會就已經培養了 人人讀書的一個好習慣 那我們也經常講 讀書的小孩子不會變壞 真的嗎 我認為是真的 那談風琴的人 談鋼琴的人也說 談鋼琴的不會變壞 這個打球的也是打球的人不會變壞 那社會一變和諧嘛 是不是 可是事實不然 為什麼 有人不練書嘛 那我經常講說 這個學期開場嘛 就跟各位講說 你們到學校來受教育 最主要目的是什麼 教跟養嘛 就這個東西 除了專業的知識以外 在這裡學到教跟養 這個應該是將來你們踏出社會以後 受用無窮的一個很重要的 我稱為無形文化財 這東西很重要 你不要看剛剛那個八德 你要做一德兩德做得到就很不錯 八德是不容易啊 其實他是勸善的 叫人家不要做壞事 繼續我們看一下 簡單的介紹 近視的這個民間的信仰 跟信仰跟信仰的宗教 民間信仰其實也蠻多的 那有四色 有臨場 那四色呢 在歷史上我可能還是回顧一下早期 因為這個跟信仰跟什麼有關係 我必須做說明 信仰這個 第一個各位會想到思想 信仰跟什麼有關係 各位會想到宗教 有沒有 然後信仰跟什麼會有關係 各位會想到 制度 它是息息相關的 比如說我要講現在的中國大陸 基督教在公開的這個政府的政策裡面 中國它是不承認基督教的 對不對 可是基督教的信徒現在在中國有多少 幾千萬人口 應該有 民間的數字好像說是一千多萬 我不相信 應該是更多吧 這是一個制度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回想到台灣了 台灣其實是一個宗教信仰非常自由的一個社會 那日本也是一樣 可是日本的宗教信仰自由並不是一開始就這樣子 我們講到近視的時候 基本上一開始它的宗教就有色彩了 西洋教不可以進來 那麼為了怕自己的傳統的宗教 慢慢沒落 所以它去進西洋教 為了進西洋教 它有一些制度上的做法 導致它自己的 比如說我們講一個 這個佛教 這個佛教從近視的初期就開始沒落 怎麼說呢 因為有四色這個東西 OK啦 忍者 好 那我們先給各位講一個 日本對於信仰其實是 神仰是神仰的一個大原則 換句話說神是神道 佛是佛教 神道是再來的宗教的思想 所謂再來就是原來的嘛 佛教它是從國外傳進去的 那在聖德太子的那個時代 你們都知道他們為了這個 佛教要不要加進去有政爭 最後當然是說把佛教留下來 所以他們兩個是不是有吵架 應該有啦 可是大原則來講就是說不要吵啦 這是你信你的神道思想 我信我的佛教思想 大家呢 相安無事 叫修悟 這樣一個現象一直到什麼 到德川這個時代要結束 到明治以後才出現一個叫做 日本話叫修悟 把佛給廢掉 把事給毀掉 這個是什麼 釋迦摩尼 就是不要佛教 不要佛教 各位認為可能嗎 各位認為可能嗎 我會這樣問當然就是不可能 所以廢火毀是在明治以後呢 很短的時間這個政策就夭折了 因為佛教這個東西 根深蒂固在日本的整個社會 信仰宗教的發展裡面已經好幾百年的 怎麼可能一下子你說廢就廢嗎 不太可能 那我們現在就回到 試涉這兩個字來談 西洋教進來的時候 其實德川政府有一點怎麼講 抓狂 他認為說這個是思想的這個病毒 如果不把它跟除 那將來我們日本還有我們的政權 會出現問題 因此他就來了一個 四色情依 這樣一個制度 什麼叫四色情依 我用白話講很簡單 就是說 我住在行天宮附近 我是行天宮的信徒 可是幕府的官員不相信我是行天宮的信徒 他就說如果你是行天宮的信徒 你去行天宮裡面拿一張證明給我看 證明你是行天宮的信徒 我就不找你麻煩 否則我就懷疑你是西洋教徒 那這個東西一頒布下去以後 遍布全國 全日本 好 這個時候 四色變成非常重要的一個 這個戶籍證明書的一個 怎麼講 發給的一個機關 就是說每一個人都要去找他們拿 找他們拿了以後呢 其實那背後還有一些什麼 你來要我開證明的時候 我要收所謂的手續會 那這收手續會的時候就見仁見智 到底收多少 有沒有這個不合法的一些超收的情形 應該都有 那基本上後來這個寺廟會覺得說 哇 這個很好賺耶 只要開一張 我們是不是就有很多收入了 那以後這些和尚呢 他要不要念經啊 他就不念經了 所以有真正的有弘法的力量 道行很高尚 他的宗教思想的學問很好的人 他繼續在普及他的那個宗教的信仰 這是很好沒有錯 可是有一些呢 我們說假和尚 不會念經的充當和尚 去做這一些練才的事情 而且越來越普及 越來越普及 我就舉一個例子 說水戶防冷好 德川光果 他發現了這樣一個現象以後呢 他就把那個四色 他認定為這個字是不好的 就是掛羊頭賣果肉的 根本不敲鐘的 不念經的 廢除 我跟各位講這個數字你就會很驚人 光是水戶這一個凡 這一個凡 這是有資料有文獻可以佐證的 不是徐老師瞎說的 三千座以上 三千以上 被光果給廢掉了 他查出來說這些都是假的 如果不廢除的話那完蛋了 就是說宗教的那個部分 信仰也是想要 影響到社會的層面 影響到大家的發展 還有影響到正當的宗教的一個 永續的發展 那還有一個問題很好玩 就是說 他命運廢除這個三千影詞的時間點 剛好是朱順水去當他的老師 不久以後 所以大家質疑說 這個一定是你朱順水去跟那個光果講 不然怎麼會那麼剛好這樣 就把杖算到朱順水頭上去 朱順水也聽到這個消息 後來我在他的拳擊上找到他 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兩個字 沒有 不是我 可是我還是懷疑是他 因為他是屁佛者 所謂批合者是他批評佛教的 他說佛教是空蕩虛無飄渺的言論 對於實實在在的學問 或對社會的一些使用的東西 完全是沒有用的 這樣講也很偏頗 可是他提倡的是所謂實邪主義 那我看到他拳擊裡面 他批評佛教的這個思想是 就是遍佈他的全景 已經到了走火入某的地步了 如果從佛教的立場來講 那朱順水也該批一下 很嚴重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很有可疑 但是我找不到證據就是 我最近已經在找看有沒有找到說 你有沒有資言伴語去跟人家提議 然後做這個事情 好 那我們先暫時說沒有 就是他一個人的主張 換句話說 各位就可以知道 這個不是只有水富凡一個凡的情形而已 而是遍佈整個日本都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講說 四色這個地方 從這個時間點其實不正 然後一直慢慢的照 重整他的一些原有的風貌 其實歷經了應該是上百年以上的整個過程 是不容易的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 跟中國人比較有關的 就是講到這個四色 中國人從長崎進來 進到長崎的時候 第一個下船的時候 他會擺一個畫像 比如說跟西洋教的東西 信仰上非常重要的 比如說聖馬利亞的向好 擺在你上船 出來你要進到長崎的時候 在出口的地方 那各位就知道了 這什麼意思 叫你去採嗎 如果你是西洋教的信徒 可不可以採聖馬利亞的像 不能採啊 對不對 我要你證明 不是 所以你可以採 他是狠狠的 你採以後你就可以進來 你不採的話你一上來我就抓你 那不生其擾啦 對不對 那今天如果是在中國 人家有西洋教的信仰 其實在中國也沒有名字說要抓 雖然說是有禁教 中國也有禁教其實沒有禁教 對不對 你看到很多那一些西洋教 最後是跟皇帝成為好朋友 不是嗎 你看乾隆他表面上有禁教 你去看乾隆的那個特展的時候 他有一個那個corner裡面 整個都是西洋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是困擾了很多那個 我們中國人來長期做生意的 那中國人到長期去做生意的時候 碰到這個困擾的時候發現說 欸 每次不要質疑啊 很麻煩 既然日本人他都去尋找他自己的戶籍 所在去附近去歸到一個什麼寺廟 說他是那個寺廟的信徒 那我們中國人自己來蓋啊 所以中國人就自己蓋了 在長期就蓋了三個堂寺 第一個叫做 新湖寺 第二個叫做重湖寺 第三個叫做福濟寺 這樣子 那中國人呢到日本去 其實不是只有到日本 中國人到國外去 還是有那個集團區域議事 叫什麼東西 幫的概念 所以這個我要講的是說 像這三個寺為什麼要蓋三個寺 因為他們都有出生地的地緣的關係 像這個新湖寺是三江幫的 三江是什麼 江西 浙江 江蘇的這一些商人 文人 但是如果你到長期的時候就到新湖寺去 重湖寺是福濟的 南部的 如果你是福濟出生的人 你就到那裡去拿一個證明 說你是重湖寺的信徒 就不會被目無旨意 如果這也是南部 叫什麼呢 漳州 泉州 比較靠近臺灣 所以他都有這樣一個區別 這個叫唐的三唐寺在長期 由來就是這樣子 那之後呢 中國人去做貿易或者是文人 他們都歸到這裡去 這是一個背景我要講 另外我介紹一個人物 知道他是誰的舉手 那日本有一種綠的長長的豆子 你一拿出來 你問日本人 他一定會說 淫言媽咪 淫言媽咪 那但是那個淫言呢 一定是寫片假名 然後我就會問說 淫言得何 十個有九個回答不出來 其實就是四季都好 可是淫言原來是什麼 淫言是一個歐巴桑的名字 這個影原他其實把中國的淫祭禪 淫祭宗裡面有一個派別 叫做黃柏 傳到日本去的一個高僧 後來幾乎很多天皇 都是成為影原的徒弟了 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為什麼淫祭禪禪佛寶 在這個時間點過去呢 其實就是他們的四色秦嶺制度 產生了在日本從德川初期 一直到中期的時候的佛教的那個風氣 還有佛教的那些非常的衰弱 不好 所以請中國的大聖來去跟他們再興 剛好這個時間點在timing上 影原是被三寢四寢才過去的 而且影原其實他本身在福建 跟老師請了假 說他三年以後就會回來 可是他一去就不回來 所以你們到京都去 我勸各位去看一個地方 在烏吉的地方 你們看到那個指示部 原是烏椅的 那個烏吉高娃橋頭的對面 不遠的地方就有一個影原禪師上路之地 剛好跟這個指示部的那個碑 相對而已 就隔著那個烏吉高娃這樣子而已 那在語字請各位去看一個叫做萬福寺 我每一次去我都帶人去看 它是傳統的明朝式的一個佛式的建築 這樣子的這麼傳統的東西 現在在中國大陸也幾乎看不到 在京都你看得到 去看一看 那包括料理的東西很多很多信仰 殘血的部分流傳下來 這個黃伯宗最後到明治初期 他的支派在全日本將近高達1000處左右 你就知道他在弘揚的這個黃伯宗 在日本造成多大的影響 這個是一個 那現在我們回到這裡來講 江戶時代裡面慢慢的在傳統的佛教裡面 後來就有新興宗教的出現 那在四色以外我們還有臨場 我想臨場其實在日本也是一樣滿多的 就是說商業跟交通發達的地方 其實傳統以來從神道的思想 我們都可以感受到日本人是相信有神的 這個石頭有神 你看到的這一棵樹有神 你所看到的地方 他們都會講 神様は雇ってます 要は何をするかというと 悪いことをしちゃいけない 不可以做壞事 那還是回到剛剛那個 勸善懲惡的那個思想去 這個思想也傳到日本去了 所以各地都設有一些臨場可以參拜 這個臨場在參拜的時候 就是有懺悔的意思 人也會做錯事有沒有 如果西洋教做錯事的時候去找牧師去告白 那牧師會把你的秘密保護起來 可是他會開導你將來怎麼走出你的陰影 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是一體兩面的東西 那看奧斗有沒有 兼職人首相在下臺以後 他發現三一一的整個政策面 復興的這個他沒有做好 他去做什麼 他也是到這個四國來做這個走路巡禮做什麼 他想要贖罪 他想要贖罪 我想各位都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就很多事情 很多信仰就出現了 各地這個都設有這樣的一個參拜的地方 那伊士那更不用講 往伊士成功參拜的這個集團相當的多 到現在日本還流傳一句話 一輩子到死為止以前至少要去一次 所以日本人也很相信 尤其是去年吧 他們每二十年的時候會換建設有沒有 用木頭去再把那個伊士成功重新改建 是很大的一個儀式 那趁那個儀式的時候 整條路都篩住了 伊士成功在哪裡 在三重線 那有很多人 年輕人他白天要上班 禮拜六 禮拜天又碰到大家都要去塞車 尤其是去年那個時候你根本進不去 他們怎麼辦 坐夜車巴士去 就晚上不會塞車 連夜趕去 拜了一下 快天亮的時候就趕回來 記者問他 他說我這一輩子至少來了一次 至少要去一次 那你就知道說他們對這個伊士的這個信仰 有多麼根深蒂固 甚至影響到現在 那對三月的信仰當然在爬山的時候 如果你們去日本 我在日本常常爬山 包括北海道我都爬到那個 叫做什麼塔吉 爬到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喘啊喘啊 快喘不過來 回到旅館去躺了三天 腳踢腿 爬不起來這樣子 那個事我都做過 你可以看到整座山到處都有石頭 都有小廟 讓他們再參拜 這個是一個 那這個就是世國的88個這個臨場 當時看到的其實就到世國去了 相當多的 相當多的 尤其在世國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 他們在這個巡禮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是那個高枝縣有一個土佐 那邊有一個叫秦隆寺也是非常有名的 那這個就是戈川廣仲 然後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這裏面畫出來的 儀式神功 在這個 就是每一年 像去年這樣的儀式的時候 他們在做了很多儀式 他是以這個參拜的這個情景 把它寫生出來 那這個是各位知道日本有一個 信仰裡面非常重要的欺負神 乘坐寶船 從 不知道從哪裡 海的另外一邊就突然跑出來 要造訪人間來保佑人民 這個也是一個信仰 這個是欺負神 等等 那最後有一個新興宗教 各位看一下 119月最後這個地方 其實滿多的 這裡面有像天理教 金光教 像那個之前出的事情的 歐姆真理教 這些都是新興的東西 創教學位 這個也是 創教學位原來它是在佛教的日聯中 延伸出來的一個創教博學會 等等這些是新興的一些宗教 所以這新興的一些宗教 也是有繼承原有的日本的信仰 再加上有更新的一些信仰的思想產生了 那以上是我們這一節的一些報告 作詞編集節目 每次都到處都是ELA 海詞編集節目 一起追看 那是在佛教徒 跟那天的一格 在佛教學位